可以嗎 好 我們今天來講那個真理的矛盾性 大家有沒有聽過真理的矛盾性 有吧 有些真理是互相矛盾 大家知道這一次嗎 尼拓森發現聖經中有100多處是相互矛盾 這個PV我都有給大家 100多處是相互矛盾的 聖經中有些真理是互相矛盾的 它不只是存在在一端 它也在矛盾的另一端 並且它是同時存在 慢慢把我的低音S調小一點 謝謝 它同時存在在兩端 不是說今天存在這一端 明天再存在那一端 不是 它同時間存在 為什麼要講這個等一下我跟各位解釋 為什麼同時存在 因為 等一下我會多加解釋 它是同時存在並且互相矛盾 各位 第一個 要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這耶穌26章第4到第5節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恐怕你與他一樣 就是我們不要跟他說愚昧話 這意思 大家懂意思嗎 第5節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所以要不要 要不要 要嗎 不要啊 這個不寫不要嗎 第4節說不要 第5節說要 那第4節說要 第7節說不要 所以到底要不要 看情形 看什麼情形 如果我一說了我就跟他一樣有血氣 我說愚昧話 我就不要說 這是第4節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在說的時候 我裡面不犯罪 並且我有身體的感動 要這麼講的話 要幫助這個人 那麼這樣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的時候 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 這已經超出一個生命的高度 就是我們可能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仍然不犯罪 並且有聖靈的帶領 對不對 各位 誰說基督徒都是羔羊嗎 我們基督徒是正人欺負 對不對 別人插隊 就給他插隊吧 因為我們是羔羊啊 但是基督徒在說我們是什麼 猶大的 師子啊 對不對 所以 各位 真理有兩端 有許多的 不要 有一些真理 有一百多處 是互相矛盾的 這個非常之重要 請往前坐 往前坐 來 我不會咬你 神給人自由意志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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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神給你自由意志嗎 因為這邊上矛盾信大家都不敢講嘛 你覺得神給你自由意志嗎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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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書 神給你自由意志 沒有的選啊 好 十路行傳第九章第三到七節 保羅行路交到大馬四個 忽然從天上發光 四面照著他 結果他就撲澡在地上 然後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少了少了 你為什麼逼迫我 他說主啊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起來進城去 你所當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 同性的站在那裡 說不出話 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各位 你遇到這種情形 你還能不幸福嗎 你的信主有這麼劇烈嗎 還瞎眼三天 然後按手就 按手 那個亞拉尼亞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就得一致 各位你經過這些經歷 你還能夠不信神醫嗎 你經過這樣子 我都覺得保羅是被嚇到信主了 是不是 是嗎 對嗎 是嗎 我 我跟你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講過一個見證 就是有個姐妹 好像有沒有講過 她很早期 在二三時間 就是她給人家開餐廳到帳了 那個合夥人跑掉了 跑掉之後 把她的所有的賬公司的錢帶走 已經 餐廳已經不賺錢了 並且把所有的那個 什麼什麼什麼 反正所有的財 財務啦 全部都帶走 所以她更糗 賠了非常 現在非常多錢 她非常痛苦 有一天開在高速風障 開尾 然後她就哭了 現在記得這個見 然後突然 耶穌 顯現在她的打工玻璃上面 對她嚇 大家經過這個嗎 沒有 沒有啊 有啊 有人有沒有 然後耶穌就對她嚇到 她就嚇到 不是嚇到 她就是 然後耶穌出現 不會讓她嚇到 她就驚訝到 非常驚訝 然後她就看到耶穌在那邊 對她嚇到 她就那個 耶穌的愛就一直臨到她 她就打哭 一直哭 她就得到很大的安慰 各位 對 你如果看到這樣子 如果 如果這樣的顯現 是對一個非基督徒 你還能不信主嗎 而且你 我覺得重點說 大家都會問 第二部位 你 那你這樣還能開車嗎 可以 當然可以開車 耶穌 無所不能 他當然會讓你開車 然後又看到耶穌 並且還不會車禍 還可以 還可以大哭 大家會問這個問題 耶穌不是在百貓玻璃上 你還看得見 前面有車嗎 當然看得見啊 我意思說各位 神就是這麼樣的大門 所以保羅 有沒有給他自由一致選擇 沒有 干預很多吧 至少沒有完全吧 對不對 至少沒有完全 完美的自由一致 所以 所以我在講道裡面 或者是說 我說 神是給人自由一致的 大家知道 我不必要講說 但是那個 王跟 瑪莉亞跟保羅 都沒有 這樣講到我就 可能會講十個小時 對不對 但大家知道 我在講到的 我在講到的每一句話裡面 常常都需要用 總原則解禁來 修正 知道意思 我沒有很信心 神就會成就 這個東西 我沒有很信心 神就會成就 但是如果你還有行為 白外還有神的旨意 我不用這樣講 我這樣太辛苦 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在講真理的時候 都是需要被人修正 並且你自己 心裡知道說 這是有矛盾的 都懂我意思 這是聽到的一個智慧 各位 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一段經文是 御定路跟普世論的一個非常 各有各的說法 如果你沒有聽過這樣的教導 你心裡系好安全帶 所以你比如說第二章十三道十節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 你們既是常順服的 不但我在你們那裡 就是如今我不在你們那裡 更是順服的 各位 當恐懼戰經 做成你們得救的功 OK 就什麼 我告 your salvation 對不對 這邊不是指信主得救 而是指什麼 你持續在各方面面裡被得救 我告 your salvation 對不對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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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神 就都是什麼 就是立志跟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都要成就祂的美意 你看看英文怎麼樣 很可惜 中文翻的不清楚 英文翻的什麼 NSB這個是準確的 他說 For it is God who is at work in you both to 各位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 各位什麼叫will 立志 會有什麼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所以有給人自由意志嗎 有啊 他不是叫你 就是你有自己選擇 你要自己選擇 做成你們得救的功夫 就是說 做成自己的得救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自由意志 有 可是這邊講做什麼 For is God at work in you 在你們心裡面動功 什麼 包括什麼 有兩個方式 不是有兩個方式 在兩個方面動功 一個是 to will and to walk 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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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will to walk to walk 是誰立志 是神 對不對 英文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你看看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這到底怎麼解釋 各位 預定論就是怎麼講 我們的所有的好的都是神 因為這邊講說我們的信主 什麼好事 是神在我們裡面立志並且動功 所以你是被檢選 你沒有辦法 因為在我們裡面 一無 記不記得 在我們裡面 一無四處 都是罪人 所以不管你的立志 都是你的動功 都是神在裡面立志 可是各位 這是預定論的說法對不對 各位 普世論是什麼 普世論說 你要做成自己的得救功夫 包括你的信主啊 我要不要接受啊 耶穌是神的兒子啊 你要接受啊 你就可以得救啊 各位 這是普世論 這是預定論 多麼的讓人家震驚 普世論跟預定論 在同一段經文裡面 所以哪裡 哪裡是 哪裡是 聖經有沒有很多矛盾 是不是 各位有沒有聽懂這意思 to work who will and who work 這個是 這一段聖經是非常有名的 普世論跟檢選論 普世論跟預定論 大家怎麼可以講 普世論就是說 看人 耶穌不願意一人承 看人都得救 叫普世論 就普遍的世界的論 普遍的世界的論 就叫普世論 預定論就是說 我爸就幹嘛 預定論就是說 神是預定否現被得救 檢選某些人 或者檢選論也可以 檢選論跟議論意思 是指同一個意思 預定誰得救 檢選誰得救 是神先預定的 因為他 boss who will have to work 可以嗎 你沒有問題 這個是預定論跟普世論 我現在沒有站在哪一個問題 你理想 我現在是把他們所 他們支持他們的經文之一 很多的經文 他們各有各的經文可以支持他們 他們有些是普世論 他說我高雍 比如說什麼 很多的聖經 有太多的兵力 你們要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你們要接受我 我就是生命的良 有沒有 到我這邊永遠不可信 我的永遠不 就有用的生命 耶穌親口講過這樣 他在拜託 他這樣表示說 你們要來 可見得他給我們人的 有沒有 自由選擇的 對不對 自由選擇的力量 對不對 選擇的權力 可是他要做什麼 不是你們檢選我 是我什麼 檢選你 你看這樣講來講去 到底是把人家搞得很糊塗 有沒有 各位今天你終於得到一個 得到安息的時候 我今天會把兩個 兩個結論 兩個論點 綜合起來 你再也不用問說 我是普世論 我是預言論 不需要 請問人得意志 是否要先正式耶穌 或者相信耶穌 要不要 不要 你們都會 要嗎 是嗎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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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也可以得救 不是 我是說 有些人 耶穌醫治他 耶穌親自醫治他 他信不需要信主 我就這樣 不需要 不需要 得了醫治再信 好 太好了 原案福音第五章 我不多念 這個是畢士大使的 長了三十八年的探子 他說你要全域嘛 然後耶穌說 他說最後就是 你不知道認人是誰 在第五章 畢案福音第五章 一好認人不知道是誰 是誰醫治他 所以他更不要講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 可以嗎 所以這個人有沒有認識耶穌 根本不認識啊 怎麼可能有信心 對 所以有沒有信心 跟有沒有得意志 有沒有直接關係 沒有 好 耶穌第九章 這個第九章第一節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 生來是瞎眼的 第六節 畢案福音第六 第九章第六節 耶穌說這話就 拖沫在地上 用拖沫和泥沫 抹在一下子的眼睛上 對他說 離往西羅亞赤子裡面去洗 他一起 去一洗 回頭就看見了 然後 同樣 第九章三十五節 三十五節 他回答說 主啊 誰是神的兒子 叫我信他呢 可見了他連 誰是神的都搞不清楚 他有沒有得意志 有 都不認識耶穌 不認識 各位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各位 所以請你不要跟人家講說 哎呀你要有信心啊 你看你沒有得意志 因此沒信心啊 各位這樣講 人家沒有信主都得意志 那你除非你有很清楚 從聖靈來感動說 他是因為沒有信心 所以才沒有得意志 不然不要這樣隨便亂講 好不好 你這樣子人家已經生病很痛苦 你還要再插一刀給他 你沒信心啊 是不是 各位 為什麼有些真理是互相矛盾 因為他在不同的時間上 對不同的人 有著不同的帶領 即使是同一個人 在不同的時候 神也可能用互相矛盾的真理 來帶領他 但是要注意一點 只有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就是一百多個 也不少 好 只有一小部分的真理是互相矛盾的 就到這邊有問題 你們都 這麼衝 都沒問題 我以前講到這邊都要花半個小時 特別是這個地方 你這寫得很清楚 特別是這個地方 他們一直跟我阿比 一直跟我阿比 沒有齁 好 那我就進入 進入這個 我們知道神在創造的時候也喜歡用橢圓 各位 地球到太陽不是圓的 大家知道是橢圓 月亮到地球也不是圓的 是橢圓的對不對 橢圓的軌道 各位 橢圓的軌道 雙焦點的觀點 神非常喜歡用橢圓的這個觀點 就是雙焦點 橢圓有兩個焦點大家知道 圓有 這邊大家都數學都還可以 圓是只有一個焦點 橢圓是不是有兩個焦點 對不對 兩個焦點 他就是這樣 他這個焦點從 他的焦點在哪裡也連續 就這樣子 OK 所以有些這裡是互相矛盾的 就好像橢圓有兩個焦點一樣 雙焦點在邏輯上好像是矛盾的 但是這就是神的智慧 為什麼 我再講回去 有些人啊 你要告訴他 你要認真的 我告訴你 你要告訴他 你要好好的 追求 認真 對 但是有些人呢 他已經倒在那地上了 你跟他講說 起來 起來 神是我們要 敬心敬心敬心 愛祖我們的神 你這時候再教他敬力 有沒有用 不太有用嘛 有些台灣病房上 只有手指頭能夠動 他就是半攤的植物人 他手指頭能夠動 起來 可以嗎 有些人他的親人剛剛車禍死了 你說起來 要像保羅這麼剛強 我告訴你 是不是 還是你要說 沒關係 我們相信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的利行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 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對很軟弱的地用錢 你講說 沒關係 我們就來到主面前 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這樣打開你的心 因為我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我們心裡的利行 我要成就他的美意 各位你不覺得這樣的輔導很美嗎 是不是神的智慧 各位 我跟我講 聖經本來就不是一本邏輯的書 聖經是一本生命的書 使我們得到生命 可以嗎 不要用邏輯去 不要用 不是說 不要單單用邏輯去思考 而是要跳躍邏輯的那個伴奏 講說 為什麼 神要這麼做 為什麼神要這麼說 是不是他是從 幫助我們生命長進的角度來看 你就會 如今你就會豁然開朗 各位懂意思 聖經本來就不是一整邏輯的書 OK 行星軌道在一個行星系統裡面 行星矮行星小行星 彗星空間的碎片 都是以橢圓的軌道造成中心的恆星運轉 橢圓兩個焦點 橢圓的定義是 這個就不用講 橢圓兩個焦點 你看 各位 你們知道DNA嗎 知道 DNA就是 帶有蛋白質變碼的DNA片段成為基因 去氧核糖核酸DNA 也是雙螺旋結構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不知道沒關係 就是說 它有一個螺旋 一個焦點 另外一個螺旋 也另外焦點 就這樣 有看到 這是一個螺旋 這是兩個螺旋 纏在一起 有沒有 它們兩個焦點是不同的焦點 一個是站在那邊 一個是站在那邊 但是這叫做DNA 欸你為什麼不想說 我想說誰 有沒有想說 神為什麼不把它弄成一個 圓圈嗎 這樣這樣轉 這樣 看到沒有 這是 這個是一個 這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有沒有 兩個 它們兩個的焦點是不同的焦點 你不覺得神很奇妙 這麼小的DNA 神喜歡用雙焦點 行星的運行 神喜歡用橢圓也是雙焦點 你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會不會跟我講 聖經裡面很多的真理 不然是很多 一百多個真理 是互相矛盾 那這是神的智慧 等一下我會舉 很多的經文是互相矛盾的 你可以看到神的智慧多麼的 所以我們要用熟圖真理 對於有些矛盾的真理 不要淫昧的 只用其中一端的真理 來思想神對我們的法則 也不要只用另外一端的真理 來教導別人 因為這樣會使得 人被抽屜吞吃 各位這段經文 這裡的亮光是Joyce Meyer 所以我跟我講 我不會講我沒有把握的東西 從這邊開始 經文跟那個東西 都是Joyce Meyer 我聽他講到 我聽到的 Joyce Meyer是他媽媽 Joyce Meyer是一個 美國非常有名的教士 不是美國全世界的好 他講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他比的前書第五章第七八年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鬱獻給是 因為他固定你們 不要緊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敌魔鬼入通 火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各位 翻的都不準確 你們 不要緊守警醒 我用皇帝字對我 另外一個有關 那幅BRin Bible的這個 關號是 原型關號是沒有在 沒有 是添加上的意思 我們可以不看沒有關係 然後 be diligent and cautious 這個是 這兩個意思 緊守警醒 但是 improvise也應該 也沒有翻的很 這個 這個 be well balance很好 但是 這個 考試應該是 自我控制 就是真正原文意思 Be well balanced Be self-control 各位 Joy Smith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是在讲真理的两端 所以 我们如果 我们只教导真理的一端 我们被教导的人 很容易被抽离吞吃 各位 我这样解释 你看 如果我们跟大家讲说 你看看 神是公义的 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呢 你说的是 你如果一辈子用神是公义的 神是审判的神 神是天天的神 你教导这样的人 如果他已经是 已经是 已经很容易自我定罪 你再用这一段的教导 他是不是容易被吞吃 他容易一直自我定罪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看到一个人 很散漫 你就会想 没关系 神都是慈爱的 你爱做什么就去做吧 神都是会保守你们 神都是会保守我们 这样可以吗 他真的就是被脱脱力吞吃 被邪恶势力吞吃的 所以你看看 是不是我们不要用 只一昧的 用一般的真理来教导的 各位神是公义的 我问大家 我先问大家 还没有考 还没有问到 神是审判我们的神吗 是 神还是要审判我们 可是他对那个 对那个行音的妇人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们都走光了吗 他那个旗呢不能说 他们都走光了 他说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所以耶稣定我们罪 没有啊 你们怎么会觉得 他审判我们吗 我说来到世上 耶稣来到世上 他审判我们吗 神看我们是有罪还无罪 可是我在上证课 你都知道也有也不 有罪还无罪 没有对不对 头马书第三章十节 救了金上所记 没有一人定 一个也没有 没有嘛 每个人都是罪人 没有 一个都没有 然后看到什么 这明书记第二三章二十一言 他未见雅各有罪恋 也未见以色列有罪恋 那不是都是一人吗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 你看这个多么 这个民书记二三章二十一 他在预言救恩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雅各 多么的狡猾奸 以色列在那个行营 就是在跟那个巴黎行营 他们怎么没有罪恋 有啊 他在预表 借着耶稣的宝血 来看当时的旧约时代的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可是在罗马 罗马书救恩已经来了 他反而说 没有一人 连他引用旧约来写在新约里面 所以到底是一人 我们到底是罪人 还是不是罪人 我们到底 神看我们倒是有罪还没罪 各位 看情况 记不记得习英格的妇人 他那个 驼贝 驼贝那十八年 有没有 他终于他耶稣跟他讲说 去吧 不要再犯罪了 你看看耶稣连说 把他的罪说出来都没说 更谈不上定罪 所以他看他是什么 他没有看到那个驼贝十八年的 那个还有新的妇人 他没有看到他们的罪 不是说没有看 他看到他 他不会定 定他的罪 他认为他们是 没有罪恋啊 去吧 明明看来去吧 不要再犯罪 可是他对法利赛人怎么说 你这毒蛇的种类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 没有义人 所以是不是真理的两端 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审判吗 或者耶稣的话语 都不会定着我 有一个姐妹说 昨天那个姐妹跟我打电话 或是Texio 她在Texio打电话里面 就定我的罪 我跟你讲 定人的罪的这些话语 都不是从神来的 是吗 有人点头 谁说的 对你们有经文 因为这个 看有没有经文之后 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言 因为神猜他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或者审判世人 乃是要世人都应他得救 对 所以只要是从神来的话 都不会定罪 是 希腊安全带 约翰福音第九章三九九九 耶稣说我为审判 来到这世界 不是指将来的审判 只要不能看见的 可见的是当死 只要不能看见的 可以看见的 只要能看见的 反而瞎了眼 所以各位 不要再说 那个姐妹跟我讲话 她定罪我 一定不是从神来的 各位 我们不要讲别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 旧约圣经约 是不是神 耶稣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常跟人家讲说 你不要再这样做这件事 有没有 是不是在做审判 他对巴兰 有没有 要用理跟他讲话 对巴兰 还有对谁 那个拿单 神差遣拿单去跟大卫讲 是不是审判 是不是定罪 谁能够 所以不要再说 哦那个人定我的罪 但是我们讲话的时候 不一定人不要的罪 没有错 那有时候定罪 别人是处于死人 不是处于死人 所以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所以 从神出来的话 都不会定我们的罪 是吗 不一定 可以吗 所以如果姐妹 如果你听到你的弟兄姐妹跟你讲 你这个定我的罪 你又不是从神啊 好不好我们先续续接受 如果我们真的犯了就改嘛 对不对 如果没有犯了就把他当作是从神来的 就没关系嘛 记得这个 各位 各位 单单这两个 你不觉得神的真理的矛盾性 是很有他的智慧吗 对不对 是不是要倚靠神才得力量 还是有时候是神的旨意 要拯救所以就得力量 是不是要倚靠神才得力量 一定要倚靠神才得力量吗 圣经有没有什么例子 他没倚靠神就得力量 有没有 有啊 诗篇 这个是得力量 诗篇28篇第9节 耶和华是有力量 是有盾牌 我心里倚靠他旧的方式 所以心中喜乐 我要诗歌重担他 以赛尔书45章第5节 这件事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以赛尔书45章第5节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人 除我以外占有神 你 就是古六 虽不认识我 我必要给你塑料 塑料就得力量 所以请各位不要再教导人说得力量的人就一定是倚靠神的 这样子容易怎么样 容易使人骄傲起来 并且那个没有得力量的就被你定罪了 你看你们就是 你看这个弟兄就是 这个以靠神 你看他的得力量 那些没有得胜的就表示什么 你就是暗示什么 你们都没有依靠神 是不是 你说 你说这样 这两个真理放在一起 你会不会觉得说 感谢主 所以你要最好怎么讲 如果你有三个儿子 你看看这个上个 你看可可就是这样 你看他这件事就没有软弱跌倒失败 你要这样讲吗 不要这样讲 你要跟另外两个讲说 可可有依靠神 那看看你们两个是不是 这次的软弱跌倒失败 是不是因为没有依靠神 好不好 你们自己洗茶自己一下 那如果是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是没有依靠神 好不好 你就学习可可的榜样 但是如果你们已经依靠神了 可是还是没有成功 好不好 我们记起来祷告 求神的敬礼求神力量 再来帮助我们 是不是要这样讲 各位 这就是真理要为两端的一个意义 求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是忘求 会不会得着 你们一定会说不会 对不对 雅各书第四章讲的非常清楚 你们得不着心灵忘求 你们求不得不着心灵忘求 所以很清楚了 所以忘求都得不着 是吗 不是 是编106编1345 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们的作为 忽然忘了他们的指教 反倒在控野大起运行 在荒地试探神 将他们所求的试给他们 确实他们心里软弱 这故事发生在民宿记11章 求安存而得 但稍重吧 后来大家就 有些人就被击杀 大家记不记得 OK 请大家不要再教导 你祷告 你总神得到表示这件事是符合神心意的 各位懂意思吗 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我也不要讲什么事情 你们自己去想 我们去做一件事 不符合神的心意 可他们求的当中 他们得到他们所要的 就表示神是住 神是这件事是符合神心意的吗 不是 不是 不一定 确实他们心里 有时候神让我们 望求所得到的东西 是为了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让在这个 在我们求 也教导我们祷告 也教导我们如何倚靠神 不要一昧地认为 从神里面得到的 只要是 求祝福 然后得到的 就表示我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就表示我们走在 合神心意的道路上 不是 不要用这种方式 这个在加牧师也讲过 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 我们如果走在不合神的道路上 我们如果都求印证 求什么什么 我随便讲一个例子 如果当初当年 以色列人不是要过红海吗 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埃及的罪地 然后 他们摩西就 摩西就跟神说 耶和华 你要这样子 要被那个 然后耶和华神就说 你向海举仗 伸出你的仗来 还红海就分开 各位 如果 以色列人不听摩西人 他们就转过身来 跟埃及兵大法出手 壮烈成人 写成可歌可泣的历史 你会觉得怎样 好感人 好不好 可是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嘛 所以各位 求而得着 不尽的就是表示神的心意 望求就不会得到吗 不一定 可以吗 所以有时候有弟兄姐妹跟我说 哎呀你看我买这个房子 我本来也不知道要不要买 可是我就倒倒倒倒倒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心意 我倒倒倒倒倒倒就买了 就买到了 很奇妙的买到了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谁说的 不要把每一件很奇妙的经历 都觉得一定是出于神 所以才很奇妙 那从神得到的 不见得这个买这个房子 这件事就是神的心意 可以吗 我觉得这样子有一点点让我难以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变造了说 因为我们被教导说 大事小事都要带到主人做前去 因为现在不是这样讲吗 就变成说 我们还是要求啊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管说这事情有一个日子 我觉得我们就是用感恩的心 就是我放在神的时候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走在不对的道路上 然后在祷告当中我们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就以为我们在对的路上 但是你得到神的祝福 就是要感恩 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你还是感恩 现在重点不是感恩或不感恩 现在是走在 现在是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走在对的路上 有时候我们要回头 是这个重点 不是说我们不感恩 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去做一笔生意 这笔生意本身就是带着欺骗 里面就有欺骗 交易上面有欺骗 我不要讲例子 讲的太例子 不知道我在讲谁 也不要因为今天有录影 这件事情本来就有欺骗 可是因为他做做做的时候就成就 他就觉得这件事是神符合神心意的 懂意思吗 不是的 当然那个是因为这个原则不是 对 对可是我是把这个例子讲得很清楚 可是我们有时候去做一件事 我们甚至不知道是神的和神心意要去做这件事 我们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打打打打打打 神有奇妙的恩典 很奇妙的代理 我们就以为我们这件事情是做对的 不一定喔 各位懂意思吗 但是他打不下他的 他的地有成功的 那 那不见得神会 就是说 punish这个事吗 得错 神不见得会punish 因为我讲不到这里的两段嘛 对啊 所以他这种思维 就是很人性的思维 因为他并没有看到说他所做的马赛或是说 几年之后他得到任何的punishment 你知道我意思吗 有的人可能就是他只是很分析 punish他们同时的一些就是玩了一些技巧 因为你在工作场所常常就会这样 你上面能做的一些不对的punish 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责任 那你只有follow他们的这种概念 那神不见得会punish 他说对我们来讲 对我自己来说 我不要讲别人 我会觉得说他当作是 你知道就是这个样的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对不对 或者说在我的异性当中 我至少不会看 没有看到这个人受到什么 怎么样的punish 或者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punish 所以就是这样的啊 我会不会觉得 在一生中没有说 punish不见得表示在永生不畏 在永世的圣诞不见得 对那因为那是我看不见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让我当下看到 你有没有刺激的想法 去引起这些事情 那我会觉得说 反正我就交代神的处理 自己好与患的 也不是我能够去控制 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事情 都放在祷告里面 然后呢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让我留意 你的问题在哪里 我的意思是说 你说不要再告诉人家说 你祷告神得到的都是合神的心意 是啊 可是我就常常会觉得说 这是怎样的心意啊 不然保持坏心意 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啊 那我们不是举例子吗 他祷告求安存 神把安存赐给他 他们赐安存这件事是不合神心意的啊 是不合神心意 但是神把他赐给他啊 这经文学的很清楚啊 那确实的他们心里软弱啊 这是这个例子大家知道 这个是一个故事 大家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道路 人生经历上面 我们去求一件事情 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当中 我们求神祝福我们 那这样的祝福也许会有祝福 因为我老实讲啊 我们是小baby 我们是小孩子 我们就说主要我要去做一些事 然后就走走走走走 可是我们的神不会立刻把你拿回来 或者是走走走走 跌倒的时候我们再服他一下 这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去做一件不符合神心意做的事情的时候 神有时候会给我们 但是神的祝福不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印证说 这是符合神心 这件这个道路是符合神心意的 这是我的重点 我想问题是在那里 就是说你把那个事情成就称作是神的祝福 那件事情使他跌倒了 因为这个事情成就不见得是神的祝福 不见得啊 对但是你刚刚就讲说这个事情得到神的祝福 不是祝福啦 哎呀我就说得到神的显现这样 对对对 得到神的显现不见得是 是神就是说叫你继续往前走 这是我的意思 就是神会脱鞋 对 这不叫脱鞋是叫做教导 教导上面这样的祷告是错的 因为在旧约时的方式 直接是借用神跟神的时间 但是在信约我们都是在那个时代 所以呢有的时候并不见证 就因为他们这件事没有经过祭祀的啊 没有经过摩歇 他们就直接做了啊 对对对 他就是马上逆词 对对对 但是我们在约西来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个信心的感觉 那你没有办法直接的 那你基本上都就用可真理啊 嗯 就因为我们看我们无罪啊 对不对 这里啊 这个啊 神看我们是美丽的啊 那也不定我们的罪啊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 我讲这个真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望求就一定不会得着嘛 有时候神让我们得着是为了让我们怎样 教导我们不要这样祷告 并且怎么样 并且我们得到了不要以为 我们在这个不对的路上 我们得到了神的显现 然后我们就以为这条路是神的合神心意的 不是的 好 可以吗 可能就带来一个例子 神一定会熬练我们如同熬练银子吗 你跟那个人讲说啊 你现在很不容易 神熬练你就像熬练银子这样 他听得我都糟糕我已经被熬练了失联 你跟我讲这个 表示 你就是望求的定义是不是 望求就是为了很多 望求有很多的定义 但是这件事里面是为了私欲 为了想要吃安纯的肉嘛 那有时候我们望求讲说 没关系我看那个小便宜 我告诉一下 可能我现在经济很需要 例如这样 就是为了私欲 那这很明显 比如说 比如说 有一些 无人两者 OK 求对象 求对象 这个是神的复义吗 神的夕义 你怎么知道求的就是神的夕义 没有 我那一次 神不是他希望说 有配偶去帮助他 对对对 结婚 那比如说 我们是单身还没有 那我将神求的话 那你要求得很清楚 那个印证好不好 那结果 这样出来 很多分力不是那么矮业这样子 所以有些人会跟我讲说 他求了印证 就求十个印证 然后十个都成就 然后就结婚了 对 那就是神的夕义 谁告诉你这一定就是呢 他会看到 因为我们就是 因为他叫他 神的印证 那你怎么会印证呢 可是有些这个项目 有些项目是很 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的嘛 当然有时候神也会给你啊 就是 你往求神也会给你 是吗 有时候嘛 对有时候会啊 这不是你安准安准吗 那我还是妥协嘛 神是教导他们的祷告 不要再这样祷告了 不是妥协 不算啊 不算啊 我正在讲 我们有时候带领孩子 我就有时候 大家教育学上都会讲说 有时候让孩子自己跌倒 小小的跌倒 是训练他们爬起来的力量 对不对 就是这个心意嘛 就是 你要求安准我给你吃啊 就跌倒了 像说哎呀不能求安准 然后他们就知道 他们也软弱跌倒 他就仰望什么 仰望神得一致嘛 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 就是有他的积极性 跟他的正面的意义 是这样的 可以吗 所以妥协就不会得着吗 不一定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你们求也得不到信念妥协 这个经文在信念太有名了 但是这个安准的故事 不是也很有名吗 没有啦 你只要比喻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 神现在没有叫我们不可以吃喔 可在当时是不行的嘛 对 我们现在不能 他是什么不行 不给爷爷安准喝酒 是吗 哈哈哈哈 他只有玛娜嘛 我觉得当时不是说 不给他肉 是他的态度错 他发怨炎嘛 他发怨炎那一件事情神要对付 可不是说他不能给他吃 你要是好好吃的话 也许就神对 也许就神对啊 所以 可以嘛 所以望求不见得不得着 并且我们也不要因为望求得到 就以为我们走在和神心的道路上 和不和神 就像像牧师讲的一个观点 在服事的观点里面 他说 如果我这个人不对 我在服事的心态已经是 有自己的很多的私欲 那我一按手搭口 那人竟然得一致 你不要觉得说好急了 神对我这个罪其实是 可以 就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 为什么这个人会得着医治 是因为 这个人很渴慕嘛 神为了拯救他 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有些事情 我怎么知道你 一些祷告是会成心理 其实是不可成心理 因为你说 有意志 有不可成心理 是啊 所以不要忘求 不要为自己的私欲求 不要为 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益助 我们就会说主 如果 就像耶稣讲的 倘若 这个是你的 倘若可行 求你把这杯抹去 倘若不是求你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求求主啊 我想要将来太来 又有漂亮 又有富二代 高富美 但是如果这不符合你的心意 你就让他丑 丑又白 龙子嘛 这个比喻不是很好 就是说主 我希望我这样 可是如果这个是我的私欲 我会不清楚 那如果你觉得不符合你的心意 就把他挪去 各位 我要教导一件事情 我们心里面 光不光明 正不正直 远远地 我们寻求神的旨意 这件事来得重要 是不是 不是 神有时候会被了前进耳告 对 对 为了前进耳告 那就是妥协 那不是妥协 那不是妥协 爱 对那是爱 为了爱 为了别人的医术去搞到没有成就 那个可能就不在我们间 但是不是妄求 为了别人的医术 这不是妄求啊 那是别的原因 那我们下次讨论 所以神熬练 我们一定像熬练银子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你不要把人家整死 人家已经 他的先生外遇已经二十年 你说神熬练已经像熬练银子 可能会有再二十年 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除非你有圣灵的感动 可是因为 不像熬练银子 以赛亚书48章第9 我熬练银却不像熬练银子 可是 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9节 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我熬练他们 如熬练银子一样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章 他必做下如熬练银子的练进立位人 各位神针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做法好不好 这是立位人 所以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都是立位人 可是这边有不同的 不同的做法 有不同的神的做拣选的法则 所以我们不要 这就是神的智慧 那个钟马雕 我们只能再讲一分钟 各位一人敬都顺利吗 有啊 有啊 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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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像什么 一棵树栽栽栽吸水草 怎么样 暗受结果子 他前面讲说我们要就是 你说作业思想神律宝这还不是义人吗 这人没有有福 他既都顺利 谁说的 传道书第18章14节 有世界上我们的虚空就是一人所遭遇 也反召二人所行的 又二人所遭遇也反召一人所行的 这也是虚空 就是一人跟二人所遭遇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我再讲最后一次 最后一个 来到王面前要不要先做些什么 来到神面前要不要先做些什么 要不要 要 要 要自节 要 要吗 要 要 先说来 先说要的经文 要不要跟第三章第四道 正如以赛 之前是以赛阿苏所说的 在旁边有人讲说 一倍主的道路 修持道拉道路 要消费 要往往去搞一个政治 好 我们要当 也要跟第三章第四节 我们要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再归向耶和华 对不对 你不忘记一个很有名的经文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 持人把握起来 威耀德联系 我们会做随时的帮助 坦然无惧 要不要来 要不要做什么 不用啦 也不要怕 来吧 要不要 所以这个是神的智慧 对不对 你看他已经倒在那些不行了 你要跟你讲说 你要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 再来聚会 对啊 就跟你讲 再来归向耶和华 你要 往往去就改回正直 来预备主的道路 那你如果对那种 已经明明就是有力量做 可是他全面不认真的 你就要用做 你要预备自己 再来聚会 再来讲 是不是这样 各位这就是神的智慧 真理是离不两端的 讲不完 好 好 我来做个祷告 谢谢你帮助我们 来够了解这个 矛盾的真理 你背后对我们的心理 你要所做的是什么 你的智慧 主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明白 在圣经里面 许许多多矛盾的真理 我们可以怎样运用 怎样有智慧的运用 像你这样有智慧 好叫我们在面对这些 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 所做的不同的事情 我们可以 用不同的经文 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经文 来帮助他们 谢谢主 也帮助我们自己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 达到我们真的需要的经文 好叫我们不会被仇敌 吞吃 谢谢主耶稣 好 继续把这个 智慧启示灵赐给我们 叫我们接着矛盾 接着了解这个 认识这些矛盾的真理 来更深的认识力 谢谢主 对 谢谢主任